动物在我们的常生活中经常能够出现 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很多机械化的设备也逐渐取到了动物的地位 不过在一些十分贫穷的地区 动物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它们经常会帮助人们 而且很多人也是脑洞大开想出了很多神奇的方法 而在遥远的印度这样的现象可谓是层出不穷 街头就出现了一辆神奇的车 搭载天然发动机回头率100% 相信很多人达多都经过牛车马车 毕竟这样的个头庞大 而且很有力量的动物非常适合用来拉重物 而且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但是在遥远的印度 很多贫穷家庭中买不起马和绿 再加上牛是它们的生物 是不允许亵渎的 于是它们就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办法 用不同的动物来充当牛的位置 比如在印度街头上 最新来了很多围光群众 只见一只非常瘦恶的鸡 拉着一辆过头比达大十倍的车 慢慢倾近着 而且鸡的身上也早已没有了当时骄傲的样子 身上的毛也早已所剩无忌 即便是如此很多人还是调侃 这才是一辆搭载天然发动机的车 面对这样的事情 可能是感到非常的好奇 毕竟如此瘦恶的鸡 究竟是如何拉起一个大活人的呢 对此外校伴为怎能看法呢